大家早晨,昨晚美國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顯著下跌 這張是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的15分鐘圖 昨天在香港時間2.9個字已經急速向淡 接著配合美股開市在列頭低位之後 之後的市況是反覆回升的 我們不要只看美股收市跌多少 我要看整天的走勢 然後回到港股 昨天三大市場指數 恆生指數、國企指數和紅酬指數 我們也不要只看收市升跌多少 我們學一下看最高去到什麼位置 最低去到什麼位置 我們比較三個 最高的時候 恆指、國企指是升了1.7%至1.9% 而紅酒指數是升了2.415% 明顯是跑贏 最低的時候 上面的2個也曾經暴跌 但是紅酒指數依然暴升 看到嗎? 全日成交金額最大的6隻股票 我們也是比較 最高的時候 哪隻最漂亮? 中國人壽、有幫暴跌 最低潮的時候 最低潮的時候 這兩隻依然是暴升得最多 反而成交金額最大的3隻 就是暴跌 我們這樣一看 就比較到昨天主要大戶買賣的股 哪些是强勢股 哪些是弱勢股 恆生指數的小時度 在收市前 一支陰燭跌下來 看到RSI明顯跌穿了5小時平均線 即是高位的阻力很大 收市前有很大的回途 而日線圖上面 一如所料 恆生指數是向上挑戰保利加通道頂部 而好的地方就是 這條保利加通道頂部 開始上移 各指標都是向好的 各指期貨小時圖 跟剛才恆子期貨小時圖 差不多 這個跌當然 跟美指期貨跌有關 拖低了 而日線圖 也是在保利加通道頂部 貼著走 等恆生指數升上去 跟我們預先估計其中一個方向 一個後市發展模式相近 資金流向 大戶主動買股比率 54比46 是一個合理範圍裡 沒有什麼特別 而全日錄得的資金正主動買入 是67億 回增 但還未回到高水平 全日賣空金額 跌總成交金額比率 是15.803% 正常水平 成交量略為減少 33個行業內 我教大家 今天另一個看法 我會將它排平均變動率 哪些表現最好 即報升得最多 排在前面 就看頭五個 看完頭五個之後 我會再看哪些是正主動買入 資金最多的 一望這個 一般金屬及礦石 與及汽車 這兩角 哪個最值得留意 再看成交金額 很明顯就以汽車股最多 汽車股就是一個焦點行業 尋人 不過它的主動買股比率 52比48 就沒有啟視 汽車股 汽車股中 成交金額 明顯最多的頭五個 就是吉利汽車 175 不過它的主動買股比率 都是50比50 持平的 而所錄得的 資金證主動賣入 是負數 是賣出的 900多萬 所以不太多 但代表它都不太強勢 吉利汽車 有股壓 20大券商排名 我也是習慣看頭五個 全部都是美資 看資金證被動買入 掛買最多的 有什麼股票 最多 美團點評 證被動賣出 阿里巴巴 值得留意的就是 美團點評 在首五大 掛盤最多的券商 亦有一個 是摩根史丹利 掛沽 即是對函的 意味 我的BBI 維持全部高於50 我亦都維持 港股中線 短線 看好的 我是說整體方向 不是代表日中 即時不可以回跌 調整一下 不要搞錯大家 中線持貨量 合適的實際持貨量 依然是43.75% 由於昨日收市前指數期貨小時圖 並非顯著向好 所以我沒有額外加多6.25% 港股大市升降指標 平均線分布指標 即是南籌股 表現比國企股好 總成交金額方面 恒生指數成分股 輕微增加 國企指數成分股 增加多些 但整個大市 就是電貨主賓市場 是為了減少 代表散戶在高位 有點害怕 不敢追入市 WBI 超短期的 是由正二升到正三 短期的 先兩日升到正一 所以我可以加上中線 中線持貨 最後我們也是看美子期貨的表現 昨日香港時間4點15分 是報3214.12 現在8.08分 是報3214.88 微升0.76 可以倒升 好 我們先說一次 不要只看杜瓊斯 工業平均指數昨晚收市跌多少 收市後 也有變動 市場也有反映一些新的形勢 以此計算 恒生指數平開 25068 就差不多了 今天的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